字幕提供 我們都有過那種被網路速度逼得要死不活的時候 不管是客戶馬上要的文件 還是要替換你的夢之隊陣容 你的明星球員在比賽前兩分鐘受傷了 家裡的WiFi可能會救你一命 亦或毀了你一整天的好心情 從冰箱到節日佈置的每樣東西 都有可能讓連線品質變得更糟 讓我們來看看常見的7個連線插手 以及要如何確保所有亮生活的影片都順暢無比 首先,微波爐 如果你剛在微波爐中放入一袋爆米花 追你最喜愛的電影時 你可能會需要等到爆米花爆好後再按下播放鍵 這是因為WiFi訊號和微波爐使用相同的頻率 也就是2.4GHz 微波爐應該做好適當的遮蔽 這樣才不會洩漏輻射 但事實是 幾乎所有微波爐洩漏出的輻射 都足以引起電磁或射頻干擾 在你對微波爐洩漏輻射感到恐懼前 請放心 這些頻率與可能對人或寵物有害的游離輻射不同 它更像是一種無線電訊號 沒錯 雖然播放頻率高於傳統的無線電訊號 但你的WiFi也是一種無線電 這種2.4GHz的干擾 可能是由路由器、嬰兒監控器、無線電話 以及任何你能想到的藍牙設備所引起的 相同干擾但較不常見的來源可能是來自 烤箱、加熱電、電熱毯、補紋燈和觸控照明 解決此問題的最佳方法是 使用由802.11n網路5GHz功能的WiFi設備 你現在的路由器可能已經有自動切換頻道的設定 但該設計是用來產生多個WiFi訊號 可能和最新型路由器的做法不同 第二名 無人機和其他遙控玩具 這些玩具中有許多都是用我剛剛告訴你的 2.4GHz頻率控制器來連結 並不是所有型號都會產生這種干擾 但越強大的遠程設備干擾越強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除了替換更新型的路由器外 在看怪奇物語時 不要同時玩遙控玩具就行了 簡單 第三名 節日裝飾燈泡 對 聖誕樹上或伴派對所使用的燈泡 可能便是你無法播放 花費了數小時製作的派對歌曲清單的原因 這些燈泡使用特殊的閃爍晶片 其產生的磁場會與路由器傳導無線電頻率相互干擾 你現在不想用這些很酷的燈破壞你創造的氛圍了吧 所以最好的解決方法是 盡可能讓路由器離燈泡遠一點 第四名 冰箱 到底哪些廚房電器不會影響到我的網路呢 肯定不是這樣 一般情況下 使用管線和水循環系統的電器 對WiFi訊號並不友善 這是因為水能吸收無線電波的能量 可能會干擾你的連線 所以洗衣機和洗碗機也是如此 如果你在廚房或洗衣間更新社群媒體頁面時遇到困難 現在你知道原因了吧 第五名 鏡子 魔鏡啊魔鏡 世界上誰的自拍是最美的 如果你的路由器在鏡子的後方 那你就慢慢等吧 鏡子上幫助我們查看頭髮的那些光反射塗料 也會反射自路由器的訊號 所以 它也變成了一種反射保護罩 並將訊號彈走 當路由器附近有鏡子時 可能會使訊號變得緩慢而不穩定 所以 最好也不要把你的路由器放在浴室 第六名 磚牆和石牆 這個可能不太容易改變 因為如果你的房屋或公寓 有磚牆和石牆 它們一定有存在的理由 你知道 讓建築看起來更有特點 像大理石 水泥 滾泥土 灰漿等 都是影響網路連線的常見建築材料 以及我已經提到的磚頭 這就是為什麼在兩層樓的房子裡 有一層的連線非常弱 而這取決於你的路由器放在哪裡 避免這種情況的其中一個方法是 將路由器置於家中比較開放的區域 並遠離任何牆壁 這並不是最好的辦法 但如果房屋建造的材料使你無法擁有良好的網路連線時 這也是一種解決辦法 最後 幸運數字7 金屬家具和圖層 你身邊的金屬可能比你想像的還多 金屬固定器 工具架等 都能讓你的WiFi變得更弱 金屬是導體 所以它會吸收電磁 就像你記得的 WiFi訊號是由無線電和電磁波所組成 因此 家中任何的金屬塗層或物體 都會讓電波無法在屋裡漫遊 為了獲得最佳訊號 請不要把路由器放在金屬架上 或被任何金屬家具擋住 現在每個人家中的擺設都不一樣 那麼 如果你看完這個清單 但WiFi依然很糟呢 這裡有一些快速的訣竅 肯定能幫上忙 更新無線路由器的韌體 有時你要做的只是更新路由器 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韌體是類似於軟體的東西 就像手機或電腦上的操作系統 永久安裝在硬體中 也就是你的路由器中 與你的手機和電腦不同 當有可用的更新時 你不會收到討厭的通知 大多數路由器的使用過程非常簡單 只需登入路由器的管理畫面 並點擊更新韌體鈕即可 較舊的路由器可能會要你去製造商的網站 並下載必須用電腦安裝的檔案 即使你的WiFi沒有問題 最好還是讓路由器韌體保持在最新版本 來改善其他性能和更新防護功能 正確白放路由器 這點我已經提過了 但你放路由器的地方對訊號品質有很大的影響 你可能喜歡把醜不拉雞的盒子 藏在一堆書、遊戲的背後 或是櫃子裡 但如果你想獲得最好的訊號 這並不是個好主意 開放區域是最理想的地方 如果路由器有可調式天線 請將它們垂直擺放 這樣可以有最佳投射覆蓋範圍 如果你能把路由器放在比較高的位置 這也有很大的幫助 最後 尋找App商店能讓你找到各種查看網路覆蓋範圍的工具 並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顯示網路訊號的弱點和強點 檢查頻率 還記得剛剛談論的訊號問題 以及像微波爐這樣的設備 與最常見的Wi-Fi頻段有相同的頻率嗎? 大多數路由器都允許你在管理員設定中更改此項設定 如果你有雙頻路由器 那你很有可能沒有打開另一個5GHz頻率 因此 請花幾分鐘的時間檢查 並確保已經開啟此項設定 購買Wi-Fi強波器 如果你的訊號需要覆蓋大量空間 這可能是你的最佳選擇 事實上 你的路由器只能覆蓋一點點空間 如果超過它的範圍 或是有很多無法避免的障礙物 像是那些磚牆 該怎麼辦? 範圍強波器看起來像是一般的路由器 但它們的功能不一樣 首先 它們使用來自主要路由器現有的Wi-Fi訊號 然後重新傳遞 至於路由器要怎麼接上 它看起來就像網路上的另一個設備 就像你的筆電或平板電腦 雖然它與路由器不同 但放置的方法與路由器一樣 你讓它緊挨著路由器 才能獲得良好的訊號 但同時也要接近訊號較弱的位置 強化的訊號 不會像原始訊號一樣好或快 但它肯定能讓你把這份文件傳給你的老闆 並在一段時間內更新你的夢之隊 什麼時候Wi-Fi連結最不方便呢? 請在留言中告訴我 如果你今天學到了新的東西 那就給這個影片一個讚並與朋友分享 但是 嘿 先不要去任何地方 我們有超過2000個很酷的影片可以查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選擇 左邊或右邊的影片 點擊它 然後享受吧 留在亮生活 下個月 來看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